事情的時候 他有沒有辦法跟人家get alone 然後get the job done 所以 所以其實 公司他真正 要找什麼樣的人呢 能夠與團隊合作的人 他絕對不是一個說 找到一個說 我的態勢非常強 但是 Sorry I want to do whatever I want to do I don't care what do you think 我也不care你的schedule 不行了 所以 能夠與團隊合作 你有這樣一個character的人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其實我 我知道 在我們戲舞這邊 這個 高手運輯 是不是 大家要嘛就是有很多工作經驗 要嘛就是有200個專利的 這些 這些人到處都是 好 那 其實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樣 其實我自己剛剛在 從學校畢業的時候 哎呀 你知道嗎 我心裡一直在想說 我要多出paper 我要多申請專利 公司這些事情嗎 哎呀 這是低層的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說 我很感謝上帝 讓我經過這麼多年 我學了不少的人生經驗 其實能夠跟團隊合作的人 是最重要的 那對公司來講 是最valuable的 其實就是 你能夠好好的跟其他人合作 什麼叫做合作 什麼叫做合作 你覺得呢 contribute 當然你要contribute 還有呢 來 我們來想想看 什麼叫合作好不好 來 我們大家能夠稍微想一下 你覺得合作的定義是什麼 取長補短 取長補短 取誰的長 別人 補 自己 也不一定是自己 就是說我們這整個團隊 有長有短 是不是大家互相補 好 非常好 再來還有呢 合作是什麼 Come on go 大家有一致的目標 大家有一致的目標 是 這個非常的重要 對不對 不能我想說 我就是要出 paper 不管你的 product 什麼都出來 It's not gonna work 很好 還有沒有 再來 Smooth Hey 太棒了 這個人不能夠跟他說一句話 被冒犯 氣了火冒三丈 摔摔摔摔摔摔椅子 要這個人的 personality 要非常smooth 還有就是說 考慮你 你要在對方的角度去想一些 對 太棒了 你要站在對方的角度來想 是不是 很多時候我們自己看的只是一個非常有限的角度 欸 我說這些話 他會怎麼感受 是不是 我今天說話這樣的口氣 那對方會有什麼感受 太棒了 這都是合作 Teamwork 非常重要的事情 一個人有這些personality 會是公司非常有價值的 一個value 一個資產 這樣子 好 那 所以呢 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們其實 每個人的這個technical知識其實都蠻強的 但是很多時候 在公司裡你要成為一個有價值的人 甚至在一個團隊裡面 你能夠真正的contribute 很多時候 是一個願意與別人合作的人 這樣你才會有機會跟別人合作 是不是 好 那 那接下來 我們再來看 老闆喜歡把機會給誰 You know what I learned a hard lesson on this line OK 那其實我剛剛有提過 我剛剛從學校畢業不久之後 我非常喜歡做高深研究 technical的東西 我很喜歡呢 了解今天這個東西為什麼不work 這個hard drive裡面 這個讀起來為什麼一直在震動呢 他為什麼沒有辦法安靜下來 我很喜歡花這些時間 去了解他的東西 我就記得 一開始的時候 我在剛進到我們現在這個公司的時候 你知道那時候我們公司 發生了一些大改組 他們決定 他們決定 不適合繼續來做product 他們覺得日本人做的比較好 所以他們要把我們全部的產品 都移到日本去 這樣 所以他們就做了一個很大規模的調整 那很多的部門 有的部門裁了90%的人 那有些部門裁了 最少都要裁30% 所以那次真的是一個很大的震鬥 這樣子 那後來呢 我的老闆 就把我調到另外一個部門去了 調到一個 其實我當時建的這個公司 我到這個公司 我就是為了要做這個 我喜歡 我對這個東西有興趣 就想不到三個月之後 我就被調到另外一個地方去了 這樣子 那就開始做不同的東西 結果我做了差不多一年之後 我們的公司又決定 送到日本好像不太對 我們應該再把這些產品全部拿回來 這樣子 所以他們又把所有的產品又拿回來 所以那時候 他又把我調 他又把我再調到產品的部門去 那 你知道 其實我剛到這個公司一年半之內 你猜我換了多少個manager 跟部門 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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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個 五個 五個 再加 加到對的時候我就會停 八個太多了 好 我換了六個manager 在第一 一年半之內 好 我實在是那時候非常不高興 這樣子 但是呢 那時候也沒有辦法 是不是 我 我不做也不行嘛 是不是 我當時要辦身份啊 或怎麼樣 但是呢 不知不覺喔 在這個當中喔 因為 我很感謝上帝的恩典 我必須要一直說這句話 我的 my life cannot be separate from God 這樣子喔 我到了任何一個部門 都是面對完全新的東西 是我從來沒有做過的 所以我必須要神的恩典 我能夠把它學起來 而且把它pick up 後來給我們的manager一個印象 這個人 可以把它調到任何一個部門 都沒問題 這樣子 我可不喜歡這樣子喔 誰喜歡這樣子 我喜歡做一件事情 我喜歡 至少啊 我把這個technology學會了 我再調到別的部門 That's okay 對不對 如果你一天還把我丟來丟去 後來後來我記得 過了幾年之後呢 我們的老闆 又來 又來找我說 誒 那張現在我們 我們的另外一個組啊 有一個做 做某一樣東西的人 一個engineer 他忽然辭職不幹 你知道嗎 他說我們現在要找人 也找不到 這樣的人很難找 但是 你以前做過那個東西 所以我現在再把你調過來 好不好 啊 你怎麼講說 讓我講看 讓我講看 好 這樣 我不太想去 說實在 我已經被換了太多次了 一個椅子屁股還沒坐 然後又要走 這樣 後來 但是喔 我把這件事情 放在我的裡面來禱告 我感覺我應該去 這樣 後來我就跟我的manager講 他過了一個禮拜之後 我說 好 我可以過去 I can support that 這樣 那後來他就把我調過去了 掉過去之後 我就開始把那個人做的東西 做到一半把pick up起來 結果呢 很有趣的一件事 第二天我們的VT 跑到我的辦公室這邊來 他還跟我說 大張 Thank you very much 謝謝你 能夠來幫我們這個忙 這樣子喔 欸我那時候 你知道嗎 我那時候其實我一直覺得喔 我以前那時候還不太懂事 我一直覺得說 我的老闆一直覺得我做的不夠好 所以一直把我換到別的部門去 這樣 那現在又把我把丟到這個地方來了 我實在是非常的受傷 而且又心裡又覺得很不高興 但想不到我的VT到我面前來說 我非常感謝你 願意來幫我們這個忙 把我們現在一個大問題解決 就是他們找不到人 找不到人這個問題喔 這樣子 那所以 後來呢 在一個All Hands Meeting的時候 那我們基本上 我們這個Organization 那我們的Manager呢 還把 其實他掉的不是只有我一個人 可能還有另外幾個人 把我們這幾個人的名字 放在大大的螢幕上 他說我今天在這裡 要特別感謝這三個人 他們呢 願意Be Flexible 能夠配合公司的需要 放下他們自己原來做的東西 去幫助公司 解決當前的問題 所以我就了解一件事情 其實喔 在老闆的眼中 一個好的員工 是能夠幫助他 有彈性 你願意隨時 因著公司的需要來改變 而且呢 你能夠配合 我們這整個團隊的需要 來做調整 這在老闆的眼中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特質 那 其實喔 最重要的是 很多時候 我們需要成為 我們老闆的好幫手 我們要能夠幫助他 解決他們的問題 其實喔 我也注意到 特別是在最近這一段時間 最近這一段時間 我們公司又開始 在一個新的技術上面 要開始 展示 一個技術 這樣 那所以呢 那我又被調到這個部門來 這樣 你知道嗎 我發現我的 manager 他 最常來找我的事情 不是解決技術問題 OK 今天我們這裡沒有人知道 怎麼把這個 tester設起來 我沒有辦法測我們的 hard drive 但是我知道你過去做過 你可不可以幫我們這個忙 把這些東西都弄起來 這感覺上像是 technician 的工作 可是 technician 不會做這件事情 所以說好 我幫你的忙 我把我手上的工作放下來 過一段時間 所以我老闆又來找我 欸 我是 mechanical engineer OK mechanical engineer 好 直接 黑手 這樣 那我老闆問我 欸 我們這個 hard drive 裡面這個 serval architecture 這個 這個東西 剛剛才建立 我們這個 drive 現在還沒有辦法動 你可不可以代表我們 mechanical team 去跟那些serval team 去學 把他學過來 不然每次我們都要求他們 他們都把我們放到 low priority 可不可以你去幫我們學過來 欸 我說好啊 老闆我可以啊 後來我老闆還多加了一句話 sorry every time i ask you for small things 這樣 那我就跟他說 啊 沒關係啊老闆 這個世界上沒有 small things 你的事 在我們眼前都很重要 其實 老闆的好幫手 就是一個好員工 那其實喔 我剛剛有 有跟大家講過喔 在我的公司 過去這麼多年來 其實我剛剛講的第一個 大裁員 那是一個很大的裁員 但是我經歷過 無數次的大裁員 說實在 很多時候 哪些人被裁 欸你們覺得哪些人會被裁掉 技術水平已經落伍的人 會被裁掉 會不會 還有 比如說 怎麼講 對 大概是這樣 是不是這樣子 或是學歷比較低的 也會被裁掉 是不是 不一定 所以 太可能有水平 不夠 跟所有人比起來 太可能有水平 稍微差一點 也會被裁掉 是不是 薪水高 薪水高 會被裁掉 以上皆非 OK 還有什麼 cannot work with others Hey That's right OK 你知道我第一次喔 我看到 在我survive那個大裁員之後 下一次又有一個裁員 但那個裁員 不是那麼大的裁員 他是偷偷的私下 跟幾個人講說你可以走 這樣子 奇怪 我說這個人怎麼會被裁掉呢 他tagging我非常好 他設計的東西很棒 為什麼老闆還把他裁掉 Exactly 就是你剛剛說的 我後來才知道 其實他跟我們很好 我也不知道他真正的原因 但是後來喔 我聽別人跟我講 他跟我們的manager 總是搞不來 他不願意聽他的話 他總覺得 你這個老闆什麼都不懂 做的東西就是garbage 我的 最好 這樣子喔 欸 這樣的人被裁掉 其實不一定是technical不好喔 也不一定是過時喔 OK 就是沒有辦法跟老闆相處回來 到時候真的有問題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成為老闆的幫手 所以 所以呢 在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看到 你會得到機會 持續讓這個機會跟著你 technical的這個水平是一個 但是你的personality 非常重要 我們的品格非常重要 我們的品格非常重要 我們要做一個有品的engen OK 要一個有品格 這個品格是 願意跟人家合作 你會跟人家相處 get alone 所以 所以這個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特質 好 所以 好 你的品格最重要 大家感覺到 你覺得哪些品格 會在你上司老闆 還有你合作夥伴當中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哪些品格 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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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呢 再來 Trustworthy Trustworthy Yeah 英文就是叫Facefulness 忠誠 再來還有呢 沒關係 你可以說人家說過的 That's OK Honest 還有呢 I'm also going to say integrity Integrity 好 再來 Humble 非常的重要 OK 還有 還有專業的work act 有 有工作道德 職業道德 還是專業的道德 謝謝 不要亂搞 還有 My son said perseverance Perseverance 太棒了 我跟你講 每次叫你三個代價班 你家兩天我受不了 我去看兩張電影 太棒了 這麼小你將來一定很有前途 OK 再來 Perseverance 很棒 就是堅忍 堅忍 堅忍不拔 不退縮 不不停止 Never give up 再來再來 OK 基本上 其實最重要的 這是我們的 我們要忠實可靠 我們要有我們的Integrity 我們要堅忍不拔 我們要成為老闆的幫手 我們要誠實 我們要能夠跟人家合作 好 但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要keep in mind 我們的品格 假裝不出來 也許我們可以在interview的時候 我可以吹牛一下 哎呀 我過去了 過去的時候你看 這整個building裡面所有的糧 都是我設計的 可以啊 你可以這樣說 好 但是 重要的是 我們的品格 會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他每天跟我們一起工作的時候 不知不覺顯出來 所以其實啊 我們這邊 我們的專業人士 我們這邊專業人士 我知道大家都是有兩把刷子的 而且來頭都不小這樣子 但是我真的在我們當中 我真的看到好幾位 像我的mentor John Howard 我還記得上次 劉政偉弟兄Paul 他來的分享 他特別講到一句話 我真的非常感動 他說 我們在工作當中 我們要真的要想的 不是說我做什麼很多偉大的事 重要的是我留下什麼legacy 我留下了 給人家留下什麼正面的影響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 所以我們在工作中 在哪裡其實都是一樣 我們的品格非常重要 但是呢 品格從哪裡看出來 從小事開始 從很小的事上看出你的品格 就像今天老闆 可能要求說 誰可以幫我這個忙等等 或是說 老闆看一些 我不要說老闆好了 我們一定在工作中會碰到很多 大事 對不對 VP都看得見了 但是有很多小事 對不對 比如說裡面你的這個 technical spec 裡面一些細節 一個number 兩個number 這些算是很小的東西 但是呢 從小事上 我們就要顯出 我們這個 faithfulness 我們這一個忠誠 可靠 誠實 可信賴的一個品格 要在這上面想出來 要顯出來 其實我在這上面 也是認了一個很大的 lesson 其實 你知道 我以前 我是非常喜歡 做人家看得見的事情 能夠 老闆 什麼 大家都稱讚 我是特別有勁 但是呢 這個 設計圖上 這個 dimension 一個小小的 tolerance plus minus多少 有時候 哎呀 這個沒有關係 可是後來 後來你知道嗎 有一次我碰到一位 我的 manager 他把我的 join 拿過來 這個設計圖拿過來 你看 這個地方 是一個 cross section 應該有 cross hatch 你這邊沒有畫上去 我說哪裡 哪裡 後來我看 拿一個放大鏡 原來在這裡 你知道 我的這個 manager 他就是 detail 到這個地步 他是一個非常好的人 但是呢 我很佩服他 能夠注意 detail 在這麼小的地方 好 所以 這也讓我也開始 感覺到說 其實喔 因為我很佩服他是一個好 manager 我要像他一樣 好 所以我一開始 讓自己訓練成 我也要去注意小的事情 但是各位朋友 你不要覺得說 我開始注意小的事情 他會怎麼樣 我剛剛有提到 你的品格 是從小事開始 我們在小事上 有一個習慣去注意它 在小的地方都不要去 馬馬虎虎 就開始就會成為我們的品格 就開始在大事上顯出來 OK 不要以為說 我可以在大的事上 做得很好 但是我小的事上 馬馬虎虎 這是不可能的 好 聖經上有這樣一句話 其實給我一個很大的幫助 特別是我很多時候 我不喜歡 注意細節 注意小事的時候 這句話提醒我 人在最小的事上 中心 在大事上 也中心 但是呢 在最小的事上 馬馬虎虎 亂七八糟 那麼你大事也是一樣 所以呢 品格在我們的裡面 是一個 我們要比 consistent 在任何地方 我們都要表現出 一致的品格 所以 好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們 要注意 很多 特別是我們這個 做technology的人 我們常常會覺得 我的technical是最重要的 但事實上更重要的是 我們的品格 好 好 另外呢 就談到這邊 其實 我相信在我們這邊 Silicon Valley 大家 大家 不少人都是過關斬將 有許多的經驗 甚至有些人 開過好幾家公司的 都有 這樣子 我們會覺得這些都是很大的事情 是不是 我想 當我剛畢業的時候 我相信這邊很多年輕人 剛剛畢業不久 現在開始進到職場 我們心中都會有大志 我要來做大事 我要做一個 spectacular 的一個 一個成就 achievement 在這裡面 但是呢 很多時候 大事是從小事開始 我想先問 先問大家一個問題 好不好 我們來想想看 什麼叫做大事 你覺得 什麼叫做大事 來 你想到什麼都可以講 That's okay 有impact的事情 有impact的事情 好還有呢 大事是什麼 賺大錢的事 賺大錢的事情 of course ok 賣冰棒有點賺不了大錢 如果你只推了一輛小車的話 還有呢 再來大事 大家都注意到 算大事 成功的事業 很多的事業 成功的事業 成功的事業 算大事 成功 可不可以再稍微specific一點 成功的事業 比如說 有過我們的成就 OK 有目共睹 這個的成就 好很棒 這算是大事 對不對 沒有很多人能做到的事情 沒有很多人能做到的事情 非常好 point 沒有很多人能做到的事情 算是大事 你要 是不是覺得太多了 我要 我 我小時候就有什麼大事 我沒有碰到什麼大事 我覺得大事 是很多小事 寄累到一個點 就有一個 寄累到一個臨界點 寄累到一個臨界點 對 但其實沒有 真的沒有一個很大的事情 能夠超越自己的事情 能夠超越自己的事情 超越自己的事情 很棒 所以大家把它記下來 這些都是大事 在不同的人眼中 但是其實真正的大事 就包括大家說的 其實剛剛Sam講的那句話 我心裡這個是很有同感 這樣子 大事其實是 對 對其他人 會對這個時代 會對 有一個很大的衝擊 很大的impact 我爸爸 是 我在 我在台灣長大 我爸是在大學教書的 那他一輩子都是在同一個地方 那他教的是書法 跟國畫 這樣子 那 嗯 我爸也不喜歡到自己出差 他也不喜歡 他也不是那種 很喜歡表現自己的人 他不 他 他在他有生之年 從來沒有給自己開過化成 但是在我爸 過世被主接去的那一次 他的追思禮拜 原本 我們預計大概五十個人左右 來 結果來了三四百 那很多人在台上 說幾句話 來懷念我的父親 他們就說了 沒有一個是我爸做的事 他們每個人講的 沒有一個人 沒有一個人 想到我爸爸的工作 沒有一個人提到我爸爸的成就 沒有一個人提到說 因為我需要麥克風嗎 你剛好 每個人提到我爸爸的 都是我爸爸 在他們生命中 給他們什麼樣的幫助 以至於他們能夠成就 他們現在的樣子 其實我在台上我也是 那我是他長子 那 其實我 紀念我爸爸的 其實是他給我的影響 我媽常常會 有時候會 責備我爸 說 你這個人都不上進 自己去求一些 爭取一些名啊 利啊 什麼的 但是呢 我 我覺得 我的生命 如果沒有我爸的話 不會有我今天 很多時候 像 特別在我結婚之後 很多時候我 我會看到 洗碗草一碗 會自動把我碗洗的 然後自動去做家事這樣 到後來我聽 我聽到有人說 誒 某某 某一看來 一直在抱怨 他先生不做家事 那有 丈夫不做家事 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家事不是應該是 丈夫的事嗎 是不是 從小我媽 上班 我媽工作很忙 那所以 大部分是我爸在做 很多時候我常看到我爸 穿著西裝打領帶下班之後 他後來是系主人 一樣 他穿西裝打領帶下班 然後這個都不拖 開始 炒菜 切菜 然後每天早上 都是我爸把早餐弄好 然後給我們吃 所以 丈夫不做家事 這什麼丈夫啊 那當然 後來我知道其實 有不少丈夫 主要是太太在做家事 這樣 但那是OK 每個人有不同的 可能那個丈夫比較忙 所以 所以我不能 就他做不做家事 來判斷他是不是好丈夫 這樣 最近我比較忙 有時候真的我太太就 真的真的 處理很多事情 我們感謝他 但是我要說的是 我爸爸在我的生命中 造成一個最大的影響 就是呢 讓我 成為一個 一個家庭 能夠 至少能夠 如果我還稍微顧一下家的話 能夠有這樣 而且我爸給我 另外一個很大的影響 是他的品格 我爸非常誠實 有一次他跟路邊一個 賣書的說 那個賣書跟我爸說 這個書啊 這是最便宜的啦 我爸說好 我去別的書餐問問 如果真的是你 照你說你那邊最便宜 我就來找你買 這樣 後來我們過馬路 走到一條街 後來 我爸問了 結果那個書餐賣的跟那個 之前那個 一樣的價錢 這樣子 沒有比他便宜 但是也沒有比他貴 後來我爸又把我帶回來 到原來那個書餐 說我剛跟你說我要跟你買 我現在就跟你買 這樣 我爸真的就去 走了好多路 所以 這件事我到現在還記得 所以一個大事 我覺得我的爸爸 做的非常偉大的事情 沒有別人知道 但是我知道 而且在永恆裡面 我們的天父上帝知道 大事 這就是大事 所以我非常同意 Sam 所以大事呢 但是我們要能夠做大事 能夠造成永恆的影響 能夠造成一個很大的影響 要從小事開始 如果我們沒有在這個小事上 就誠實 就忠心 我們沒有這樣品格的話 我們不會給人造成一個影響 OK 請問你小人把他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 可是我可能沒聽懂 我比較特別我想做了一個 是什麼事情 OK Sorry 也許我這樣講不太對 就是說 我覺得我從小到大 我爸爸 他做了一件 我不能說一件 但是我覺得他做了一件偉大的事情 就是呢 養出我這個兒子 我今天要說 因為有我爸爸 所以才有我 I'm proud of it 我爸今天已經過世了 但是我仍然繼續 來尊容他 雖然沒有說 雖然我在teenager的時候 我在青少年的時候 我很叛逆 我常常去 有時候會對他不增進 但是Eventually 其實 我非常的愛他 而且我也非常的增進他 因為他對我造成了 一個無窮深遠的影響 我覺得這是我爸一生最大的成就 也許我不應該說 他做了一件最大的事 但我覺得這是我爸一生的 一個很大的成就 他影響了我 還有我妹妹 還有他影響了他許多的學生 讓他許多學生 感覺到 他被造就 好 那 在這邊 就講到說 其實是聖經的話 好 這是主耶穌 做了一個比喻 但是我只把這一節引用出來 他重點 他是說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就把更大的事情來拖給你 許多事情來看你管理 其實 我們的天父上帝 是非常注重小事的 沒有錯 我們都喜歡做大事 喜歡有大的影響 好 但就像剛剛這位小姐說的 小的事情累積起來 會變成很大的影響 我爸每天洗碗燒菜 洗衣服 然後送我們去上下學 做早餐 這都是很小的事情 累積到今天 給我一個 對我爸爸感恩的心 而且我同樣的 對我們的家 對我的孩子 這是不是一個很好的祝福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大的祝福 好 好 我想現在時間差不多了 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你想找什麼人跟你合夥創業 如果你要創業的話 我並不是說你現在要創業 來 可不可以自由 有共同目標 有共同目標 好 堅韌的人 什麼還有呢 堅韌 很堅韌 好 共同目標大家都要彼此同意 有一個共同目標 而且堅韌 tough 是不是 就面對創業很多問題 對 能夠 under pressure 而且還能夠 有一個這樣的目標 然後我不管怎麼樣都會被狀心 是 很棒很棒 剛剛那個小朋友 小朋友多錢 experience 好 還有我想再來 能夠信任 能夠信任的人 能夠信任的人 好 再來 我覺得小先生看他是不是基督徒 我來看他是不是那個 非常可惡 非常非常愛主人 為什麼你覺得這個很重要 嗯 我覺得 因為 你在讀一篇太野業界的話 就是這個比較不可靠 嗯 OK 你跟一個合作 是跟一個人品格性格去投入 而不是跟他前面 OK 有同樣的價值觀 好 有同樣的信仰 而且呢 在這裡面的信任 因為你知道在這裡面是可靠的 OK 好 還有沒有 再一位或兩位 還有什麼 一個 work ethic 工作道德 工作道德 職業道德 好 不需要也造假 還有沒有 最後一位 能力要互補 能力要互補 對不對 OK 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 有能力的人願意去幫助 好 在這方面比較軟弱的人 另外一方面也是一樣 這方面軟弱的人 可能另外他比較強 他也願意去幫助那個 在另一方面比較軟弱 非常好 這是非常重要的特質 好 所以大家我們就把它記下來 你希望找什麼樣的合夥 人跟你合夥 創業 我們自己 就要成為那樣的人 我們才 我們才能成為一個 別人喜歡找我們合夥的對象 是不是 所以 我想呢 其實 我剛剛講了這麼多 再加上我過去 這麼久 下來的經驗 我在工作當中 看到人來 嚴往 看到有些人 被裁員 對不起 我並不是說 所有被裁員都有問題 It's not fair to say that 其實很多時候我也知道 公司整個部門關掉 或是公司關掉 或是他決定這個東西 不要再做的時候 所有人都走路 這跟他是什麼樣的 沒有關係 包括他的老闆都要走路 好 但是在有些時候 這整一個大組 他為什麼請這個人走 不請那個人走 的時候 其實 過去這樣多一個經驗 讓我有一個深深的感覺 你是什麼樣的人 最重要 你的品格最重要 你是什麼人 比你會做什麼事 很重要 這是我一個很敬重的一個長者 一個輔導 他跟我說的這句話 讓我一直銘記在心 所以今天這句話 我也來分享給大家 沒有錯 我們在工作中 面臨很多困難 很多挑戰 很多technical challenge 而且更多時候 我們碰到不容易相處的人 是不是 有些人可能會無言物招 很麻煩 我相信我們大家 可能都受過這樣的 面對過這樣的困難 跟問題 但是不論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記住 我的品格 我是一個什麼人 最重要 比我做什麼事情 更重要 特別是在工作當中 我鼓勵大家 如果我們當中 你還沒有認識主耶穌的 我真的來建議 好好地想這個問題 我自己是在念研究生第一年 來認識主 去授習 成為基督徒 我所在的環境 是最理智 最理性 everything 我們看 show me the data 這樣子 ok 但是 有一位 有一位主宰 他在data之上 He is above any calibrated instrument 他就是我們的天父上帝 所以我鼓勵大家 能夠好好的來 想這個問題 好 我想我今天就講到這邊 這個結論也是上帝怎麼看的 Amen Amen 你這個世代可不可以 執照給我 這個就看這個 可以 可以 I am I am I don't I don't 好 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 有時間 幾個 剛才有人有 這樣子 我們現在是幾個 2.25 25 我們現在大概就沒有太多時間 我們大張弟兄們 還會在這個地方 待一會兒 大家有問題的時候 不要隨便 一起去跟他 請教 請易 至於那個 slide的事情 我們這樣子好不好 我們把它放在那個 adcloud 網站上面 有link 到時候大家可以直接自己去 download下去 對 到時候我們會把它放在那個 大家如果不知道 adcloud 網站的話 就 feel free 寫email給我 因為我有送那個 那個 或者是你在網上搜查 查一下 應該會查得到 好 謝謝 好 我們謝謝 謝謝 感謝大張弟兄今天 跟我們的分享 那 節目最後 我們就請吳牧師 來 幫我們做一下 我們今天 散會的禱告 好 這樣的主耶穌 我們感謝你 主要因爲著我們認識你 我們才知道 什麼是聖結 什麼是耶穌基督 所要教導我們的品格 主我們感謝你 讓我們從你的身上學習到 藉著今天 大張弟兄跟我們所做的分享 再一次提醒我們 在走這條道路的當中 職場上面 家庭裡面 婚姻當中 親子的關係 都有你的同在 讓我們更多的學習 更多的跟隨你的腳步 祝福我們今天 從你那邊所領受的 我們感謝你 想感謝祷告奉耶穌基督的名求 Amen Amen 謝謝 謝謝大張弟兄 您好 好 請